千处祈求千处应 慈悲菩萨观世音 要记住 修行人对什么事情都可以有疑问 但是必须要虚心请教 有人说师父太忙了 可是有些人情愿等啊等 一定要等到师父的指导后 再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你的成功率就大 如果这个人说师父太忙了 我不忍心打扰师父 自己先试试看做做看 那么这个人的成功率 会比前面的那种情况小很多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 这件事情怎么处理 你必须要先请教一下专家 然后再去做 这样你就不会做错了 你不懂法律 哪怕律师再忙 你今天也要找个律师问一下 再去做 你就不会做错了 否则那天 你被别人告上法庭 抓进监狱 你再说 自己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 都已经无济于事了 师父指导你们 无私地帮助你们 你们要记住 遇到事情 要虚心请教师父 一个不迷信的人 就是一个实修者 他的内心就会清静 他就不会去胡乱评价别人 因为他自己迷惑了 他才会开始感觉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才会感觉到别人不对了 他才会诽谤别人 慢骂别人 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正的人 你怎么会去骂别人 你怎么会去诽谤别人呢 只要一个人在乱骂别人 这个人一定是迷惑颠倒之人 自己误人 自己要误出 自己应该怎么样做人 看别人都是佛 你就是脱离烦恼之苦 你看别人都是佛菩萨 你才会脱离苦害 你才会拥有真正的正信 消除迷信 如果修行人天天打文字仗 搞来搞去 纠结于你错我对之中 无非是暴露了自己的智障而已 说明自己想不通 有智慧障碍 如果一个人不能自圆其说 因为自圆其说 本身就是一种辩论 因为辩论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一个人去跟别人辩论 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啊 电视台的辩论大赛 讲过来讲过去 当场辩论的 面红耳赤的 你讲我 我讲你 到了最后 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智障就是 没有实行实证 没有实实在在的 去证悟 去行悟 也就是 没去做那些 开悟的事情 所以讲到底 就是错 学佛人要懂得 善文 善文是什么 就是别人有好的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 不好的事情 不要告诉我 我听到了好的东西 我开心啊 有些人整天 就想听到别人不好的事情 最后 他被别人整下台了 他生病了 什么病呢 这叫恶文 学佛人 要听闻好的佛法 加上实修 实实在在的修行 你就是 拥有正确的观念 才能帮助自己 去除障碍 实修就是 天天好好的修 实实在在的念经 你就能 去除障碍 正信 就是让每一个学佛人 都能够启发自己 最高的正知正见 就是正确的 了解事物 产生智慧 学佛学到后来 连忍耐 都要随风而去 我不要忍耐 没有什么可以忍耐的 一切都是缘分 随风而去 师父讲的这些内容 对佛友来说 就是精神粮食 师父的开示 就是鼓励你们 活得更好 鼓励你们在人间 做一个正信的 善良人 用正念 听闻佛法 是多么的 开心 乏喜 学佛 到底要学什么 师父告诉你们 要自强不息 一个人要坚强 永远不停息 没有休息的 不停努力精进的孩子 你一定能够成功 佛菩萨喜欢 自强不息的孩子 多少人跟着师父 修了这么多年 自强不息 师父很感动 人间的烦恼 如大海的波涛 时刻都有 既然烦恼 永远会有 还不如 不要让烦恼 停留在心中 既然烦恼是 天天都来的 你把它放在心中 干嘛呢 烦恼又不是 什么宝贝 人间的烦恼 犹如 站在山上看云 云极不流 云随自然 天空中的云彩 很快的 就会飘走 过去的事情 就过去了 你还放在心里 干什么呢 过去别人爱过你 现在不爱你了 就算了吧 你过去爱过别人 现在不爱别人了 不也就算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不是他欠你的 不是他欠你的 就是你欠他的 再整天回忆 伤心 难过 你不就是 跟自己的心 过不去吗 过去 庙里的和尚 手上总拿着一个榔头 如果哪个弟子 想不通 师父 就一榔头打去 叫弟子坐下来 什么都不要想 弟子 就会想得通 人生 要把握今天 师父在法会上的 每句话 都要讲到 大家的心里去 要救度众生 观世音菩萨的 智慧语言 能够让 坐在这里的佛友 破迷开悟 天上境界 无所助 烦恼只能 爱风云 如果你的境界 在天上 已经无所助了 那么烦恼 只能够 爱风云了 想想看 风云变幻 烦恼 自然断 那就是没有了 随风而去 我们要学习 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 变身首演 爱护老年人 帮助残疾人 普度有缘人 间接是人间 就变法界 观世音菩萨 眼睛看见什么 他就就变法界 千处感召 千处应 何处不是观世音 你们在观音堂 看见别人吃苦了 都不愿意帮助别人 那你们还学佛干什么 如果你们在观音堂 这种净土之地 都不愿意帮助别人 自私自利到这个地步 那么你们还学什么佛啊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心灵法门 不要失去这么好的 学佛杜众机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